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集中做五种口味的鸡胸肉 让他们做一个对比 鸡胸肉如何做能做出一个最嫩的一个口感 那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实验 出发买鸡胸肉之前呢 我们先把调料做好 先把它的一个调味料给拌好 第一个呢就是咖喱优格 那选择的是这种无糖的优格 像我们一般性我一块鸡胸肉是在400克 所以我们要200克的优格 那这样一勺是50克 那我们要40克 然后我们要放咖喱 那喜欢吃咖喱的小伙伴呢 可以加多一点 那我就是那个喜欢吃咖喱的 我喜欢加我会加30克 然后我会加一个自制的一个番茄酱 是用带糖做的一个番茄酱 也是给它加30克 然后加进来之后 然后再加双手的盐 那我用的是黏黏 所以没有那么行 可以多加一点 好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捏一下 好捏一下靠面旁边 这是第一个口味 那第二个呢是用盐 就是用一个盐字的手法 那我是准备用200毫升的水 然后呢200毫升呢 我们刷3% 那100毫升是3克 那200毫升就是6克 6克 那因为盐盐呢没有那么咸 所以我会加到7到8克 那这样一半长度 那因为我想这个盐水的 吉松肉的味道更加有趣 丰富一点呢 我会再加一点五香粉在里面 还有就是我会泡一个红茶包在里面 稍微加一点点五香粉 然后加一个红茶包 就像这样的一个红茶包 先观赏 因为这个有水 那接下来第三种呢 我是做一个柠檬蜂蜜 那这就是我之前自己 腌的一个柠檬蜂蜜的一个酱 那我就把它直接用来腌我们鸡胸肉 这个是冷冻的一个洋葱 那洋葱呢 它里面有一个发酵的一个作用 也能让我们鸡胸肉的肉的组织 啊蛋白质给破坏掉 那它的肉的口感就会变嫩 折成一块块的 那解冻起来你只要取一块就快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个 就是用鸣酒的一个扣角 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酒尿 但是它是咸的酒尿 那也是利用了一个鸣酒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度能 那我们也是 这个呢就加了差不多15克就好了 这个无需其他的味道 然后我只是为了让它增加口感呢 再加一个黑胡椒 黑胡椒可以多一点 那这样的味道会不会有趣 我们是把它增起来的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油渍的一个方法 是用料酒 是用酒的一个方法 一半的青酒 然后一半的红酒 红酒里面有酸性物质在里面 那酸性的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个鸡胸肉给变嫩 那不用太多 因为太酸就不好吃了 所以不用太多 要拿几油 油要多一点 然后再同样也是要加上鸡 很肯定都需要 然后最后也根本是我要做一个牛肉 那牛肉呢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和洋葱腌在一起 所以我特别利用到我当初的一个洋葱 所以我蛮不贵的 那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包装 一点都不占地方 而且又不重 这里面可以加一点这个 因为洋葱和柠檬特别的大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不用多了 好 那我们现在整个工作就差不多做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去采购 然后我们先把这些东西给修饰完毕 这样就不会造成之后的乱七八糟 就排面会比较保持一些干净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回去 在出发之前呢 我们要把报纸先剥好 像呢我们就会玩舒适起来 会比较适合 方便快一些 这家中的特加肉固定都是那几天 所以你记住它就行了 然后我会固定去买牛肉 或者吃 这次也会买到这种半额的鸡肉 在出门前呢 你可以做一个淘米的动作 然后让米浸在水里 冰花煮饭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做了 那接下来呢 这次买了很多这种 这种鸡胸肉非常的好 它是有机的鸡胸肉 那我们先处理鱼 因为鱼比较新 直接就放到 煤气自带的一个烤箱里面烤就可以了 可以随手随时擦手 然后反复觉得还是要上后手霜 那毕竟我们还是要往后我们双手的 那冻完以后我们带了 很快的擦电啦 那我们首先要处理这种半价的东西 因为它已经不新鲜了 所以我们先处理它 然后这种你可以直接垫一下 这个呢 我是因为要和我们的饭一起蒸 在这边洗一下 洗完这边擦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去上腰去 这个盖子可以不用盖 因为只要用 所以我们现在要上盐 盐可以多一点 只要盐就可以了 放在旁边 十分钟以后 然后我们就和我们的米饭一起煮 那现在先不用碗 然后我们的这个鸡蒸也可以一起放进去 那我买的这种鸡蒸是它已经处理干净了 所以不用担心脏肉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跟刚才的鸡腿一起煮 然后再洗一下 然后现在开始集中处理我们的鸡胸肉 然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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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快速喜欢这边擦一擦 然后把这边煮鱼的果官 然后我们就开始腌制我们的鸡胸肉 那第一个就是 咖喱优格 咖喱酸奶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然后第二个 鸡眼水 红茶鸡水 我觉得应该用水分去吸一下水分更加好 这样会更利于它之后的一个加速它入味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鸡胸肉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鸡胸肉 你买了一个也是有鸡的牛肉 那我们也是要做一个洋葱 也是跟洋葱 那像这样的一个鸡胸肉你看 它几乎没有什么 它的纹里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棒 这个肉 那我们可以 也是直接去腌它就行 手机擦一下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加入鸡胸肉 手擦一下 背 洗一下擦干之后 再放入鸡 然后到这边的鸡肉就差不多了 然后最后一个日本的武断华要做鸡胸肉 我们先把鸡胸肉收拾掉 把鸡胸肉也稍微把水稍微一下 消毒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每个都来做一个按摩 我们先把鸡肉给炖上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是直接的放在米上直接去炖 然后我们就可以送起鸡胸牛肉了 我们要做了 接下来我们下来做的就是要把它们的空鸡 下来我们下来做的就是要把它们的空鸡 像这个只要捏一项而已 就把它捏一下就可以了 把它这样捏一下 然后将它捏一下 鸡胸肉 好,我们做了六种 五种鸡身肉加一个棉间子 然后我们就去对比一下到底做出来哪个食谱 做出来让它们的肉是最嫩的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个晚上 这个就可以装着冷冻起来或者做明天的上班的便当 然后这便当好非常方便 一点都不占空间 你放进烤箱哦 因为它是橡胶之地的 放凉之后放进冰箱 其实直接放进冰箱也没有问题哦 海南鸡腿饭 搭配葱花生酱 再煮一锅饭 就是一次性煮好的一顿来人好吃不胖的料理 超小哦 一天的小鸭鸡 抹准一下 就能把魚切磋 一点筋鸡 跟鸡肉切开 先把香味切。 放入鸡肉切开 就好了 小鸭肉切开 倒入鸡肉切开 排鸡肉切开 盐 把鸡肉切开 鸡肉切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